請坐 請坐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超時了 所以我們答案 即便我們提早開始也開始超時了 所以大家 他說他會講快等 我覺得不太等 因為他說他的9分鐘投影片 那 因為我還會投一下台前 所以他會講 他會講更更快 所以大家看了這些鍵盤之後 聽到James的講解就覺得還蠻不錯 剛開始我接觸這個QA鍵盤的時候 跟大家的心情差不多 就是說 哇這東西真是太棒了 我也沒有看過 然後就一頭摘進去 就越玩越好玩 所以我是蠻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建國的社區裡面 我們目前就是一直在洗版 就是一直推坑 一直叫大家買買買買 欸這怎麼比說這怎麼好玩 這很漂亮 誰出了什麼新的東西 我們都會提 所以可以在我們建國社區裡面 看到蠻多鍵盤的新知 那就歡迎大家加入我們建國社 那今天我們第二個TALK 就是由我們的書建好來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一次使用10個鍵盤 他是去年我們建人股的 第一批 第一批鍵盤 第一批自製鍵盤的學員 就是我們去年的時候 出了一個這個 ERGODUS TW 然後那個時候辦了一個工作坊 教大家做 所以他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用了這個所謂的分離式鍵盤 再加上自訂配置 所以他可以 我採用到兩個 我不知道怎麼到10個 太厲害了 我們現在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請大家分享 好 我等一下講快一點 我這個是不會平常用的 好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一名IOS工程師 現在在光合桿子 那我雖然是IOS工程師 但是我GIT 我會用全指令 然後我甚至會用DIG DIG是什麼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GIT的導過來 它就是一個在Terminal上面可以用GY 所以你手還是放在鍵盤上面 再一次我的需要 我也用VSL 所以我也會用蠻多需要的 那我的分離式鍵盤的鍵盤 大概是半年而已 所以這個Sension應該先是出門 好 那這是我用的鍵盤 那它有什麼特性呢 第一個是分離式 還是不行 還是要 還是要 分離式 它第一個是分離式 那再來是 你會注意到它正盤的排位 排列的順序是上下的 是對齊的 所以我們 我們收頭盤就是直的 我們收頭盤就是直上直下的 所以 那一般交錯式的話 你還要再多花一點點 多一點路徑 或處 那如果直上直下 數學上肯定是比較省時間的 那只是說大部分人 已經肌肉已經習慣了 所以就覺得 剛用的話都不習慣 再來是它的鍵位可以吃定義 好 這是重點 再來是多層 它可以分很多層 到底多層呢 這麼多層 大家可以注意到 第一個是0 最後一個數字是10 所以總共是11層 那這個是open source的 等一下我會分享那個連結 那 你會看到裡面都已經有11層 我呈現得到13層 不過後來又合併 OK 那簡單等我一下 好 好 它就是連上線 它就是其實讓它做那個 tranning的 那我現在剛好拿它做demo 好 然後我現在的最後一個 layer 等一下喔 欸為什麼它還會按到 好 它沒有點上 好 就算你了 看電視 應該是比上的 不會 不會 唷 他一直在那裡 有沒有見 不知道為什麼 把它擺掉 怎麼擺掉 我先往後角 然後它這個channel 你看喔 它是在Web上面 它是用Chrome的Web USB API 所以就是Chrome很厲害 它可以透過USB控制你 它有提供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各位開發USB的時候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所以你的User就可以在鍵盤上 就可以在網頁上面直接去控制USB 喔 有有有有 好 所以現在是在第一層 Base層 那我可以切到IOS層 專門寫IOS用的 有沒有注意到它配置都不一樣 所以總共76個鍵 所以其實6乘以10大概是760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 等一下會講 Turbo層先略過不講 因為這個是我在之前做朋友影片的時候 後來才又加的 然後Vin層 然後Q打ER 打中打層 那 有用病的人都知道那個HJKL是方向鍵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弄啊 現在沒有方向鍵 就是這個ErgoDox 有一個問題 它沒有方向鍵 那怎麼辦 我看到右手啊 有方向鍵 那我要打那個符號怎麼辦 右手全部沒有符號 那我要打數字怎麼辦 右手全部沒有數字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Navigation 這個小事情 那現在我要調音量怎麼辦 音量 那個螢幕的亮度 還有一些小東西 方向都有 好 簡單的Dave 所以可以到左手的筷子去切得要 嗯 對 不過這只是一個設計而已 不是一定要這樣 這只是一個設計而已 感覺跟弘彈的哲學很接近 對 對 好 那我們繼續接著 那大家注意一下齁 大家仔細想一下我們過去用鍵盤 大家想一下自己的R在哪裡 對 有沒有感覺跟這個不太一樣 QWER 就是應該要WO吧 QWER有沒有不一樣 那個D跟F 竟然不一樣 欸不是A好像一樣 Z好像一樣 X好像一樣 C好像一樣 好像這個是Home 就是它的Layout不一樣 那個時候 竟然鼓的第一場去 因為我剛剛這樣鼓 我想我剛才有點震驚 應該說我被震撼到 小小的震撼到 他這個 他這張圖是說 如果你 我翻中文 如果你這個立行性的工作 持續五年的話 那會省下多少時間 如果你這個立行性的工作 最右上那一格 你一年只做一次 其他一秒的話 五年你會省五秒 那大家這樣子推算下來 所以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直上直上 那如果我們每天都打的話 那我們可以省多久 他除了直上直下還有什麼 這張圖是HeMap 這個是我拿一個 我會寫R20 我拿一個 我比較大的樓盤 一個600多行的Code 然後一角度ER 它會顯示出這張圖 那這是CodeNake 你會看到它大部分 都點在Home Road上面 就是我們手裡面放的那個列子 所以呢我們手 幾乎沒有上下移動 那如果你去做那個 字母的比例分析的話 基本上它把前八 會前八常出現的字母都放在Home Road 然後呢一是 英文這個語言最常出現 所以它會放在右手 右手我們一般比較靈活 然後放在中指 為什麼不是食指呢 因為食指也很靈活 但是中指 稍微不靈活一點 但是中指最強壯 所以它技強壯 就相當靈活 那CodeNake 可能大家都沒聽過 但其實 它也沒有到那麼 就是少見 如果大家有用Mac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那個Layout 裡面通通都有 那你會看到是還有其他的一些 那個D開口的 都是各樣的啊 或是有人改良 那可能會可以改良 針對你寫Swift的時候用啊 或是你是寫後端啊 都可以 好所以第一個見慰的設計原則出來 就是我們盡可能減少 手指上下移動的次數 那剛剛 這麼多層 我轉按鈴文字是這麼多 我的第一個想法齁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右邊那張圖是後來 剛好這段時間我看到的 就是我想想是說 人的大腦是無限 假設我現在跟大家講 或者網銀的張密的話 我相信大家馬上就會 控出那個容量的計算 那 同意嗎 那如果我剛剛 跟大家講到那是我前公司的 新轉的話 那大家可能又忘記了 裡面應該是沒什麼錢 就是大家如果結束過圍棋 然後在圍棋那些選手啊 他們都可以記下很多期 他甚至可以記住幾年前 他跟哪個頂尖高手的對決 他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哪一手怎樣怎樣 他們能怎麼記呢 他們當然不是每一次都是 十八成十八的那個 每一副都這樣 他們是有一個奇力的 所以他們是用 關聯式的方式去記的 那我們鍵盤也是一樣 所以我會把它做一些分類 第一個是主要層 也就是剛剛的 IOS VIN中打層是主要層 然後附層是一些方向啊 五號啊 數字 再來是其他 好 各位剛剛講過了 帶 那怎麼幾乎這麼多電位 七十倍 七百六 第一個是Coldmate層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IOS層跟這個Coldmate層 有一個差別 你會看到這一層 它有一些間位是灰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IOS大有一個設定 就是說當你後面的Layer 你沒有設定的時候 我這邊是為了比較 比較同組的講 我會講層 層就是Layer 他會 他會用第一個Layer 已經設定好了 對 那這不是就是寫程式的繼承的概念嗎 假設我們 我 我是IOS公司 所以我以Button為例 假設我們要 客製化一個設計師的Button 時候會怎麼做 我們當然不會想的應該好 我們一定先用預設 如果提供的那個 UiButton的物件 那它裡面就有所有 Button相關的特性 它可以做點擊 那我們只要在客製化一下 外傳就好 所以呢我建位的設定也是這樣 我會先設計好一個基礎層 然後呢 後面再針對各種不同的情境 稍微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就只有低層 還有每一個不同的情境 需要做的一些修改而已 然後再加上剛剛第一個原則 再來是 好 這我剛剛都先講過了 好 最後一個是 為了要觀點最大化 因為我們最 從一開始還是要回到 我們當初可以盲打的速度 會讓肌肉記憶 所以我會盡量不要在 一個功能 在不同層有不同的位置 所以 第一個基礎層一定要設計 好 那我們再來講 大家在 剛剛講那麼多之後 我們再看一次 就是 剛剛一開始的那個四層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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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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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大家會看到那個 紫色的啊 紫色它有一個功能是 它可以按一個鍵 然後你可以自定義 你連按四個鍵 你可以連按四個 你已經自定好了 那這個功能在 並就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我每開一個檔案 都要save 大家注意到 那四個鍵就是 所以我只要按一個鍵 就好了 那很誇張啊 我按那個鍵之後 我可以喝水 然後看它在那邊跑 這是重複使用 你肯定最後已經會save 那我們接下來有一個問題 那每一層都設計好 那我們要怎麼快速切換 那我們要怎麼快速切換 這就是 它有提供的六種 沒有切換的方式 我們先講第一種 第一種 我簡單讓中文講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設定一個鍵位 你按一下 它會切過去 然後再按同一個位置 會切回來 你很懂 所以就是這個位子 但是我們有四層耶 那我們就佔用四個位置 所以我們要用第二個方式 Direct to 這個就是程式的溝度 它只有過去就不回來 這感覺 不是功能更爛嗎 所以一開始是先這樣 我們在同一個位置 這樣子 繞一圈 所以你最長的話 你要按四次 然後三次 才能到你真正要 但是其實我後來發現呢 其實第一次我常常不會用到 因為我原本是想說 如果我做其他事 除了IOS以外的時候 我可以用第一層 後來發現 我的工作就是IOS 我沒有所謂的其他 沒有什麼叫其他 所以它其實是Base層 像我們寫 無間導向語言的時候 最入門的那個object 應該沒有人 應該直接用吧 一定都是計程還是製程 都已經好幾層 就跟這個概念一樣 但是因為IOS跟打BIM的時候 有時候都要中打 其實這個後來 我雄東民打也解決了 不過就是 現在變這個樣子 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 講那個寫層次 這邊你們要等你嗎 我們先跳過 快一點 這我剛剛的講報 大家看一下數量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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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大家的電腦 要不要掃一下 這QR Code 我剛剛的那個 demo的網址 真的 手上有電腦的話 我會想要讓大家掃 等一下 這等一下還是可以 現在可以了 手機可以嗎 對 因為我想說大家掃一下 然後等一下我邊講的時候 大家可以繼續看 然後就這樣 QA馬上就直接有問題 可以直接問 我現在手機看得到 現在手機看得到 可以 手機可以了 可以 手機可以了 好 好 都好了嗎 好 繼續齁 那我們怎麼到情況下復速的 講到這四層 為什麼會有iOS快捷鍵簡單講一下 就是iOS那層有點不夠用 我之前在建人口劇後 這樣講台下有點傻眼 竟然會不夠用 那已經比一般就蠻多了 這真的不夠用 那大家注意一下 它這個不同的配置 它下面有一個LT 是另外一種切換的方式 簡單中文講一下 有兩點 第一點是 這句話就是 最基本的 你剛剛有可以指定你要什麼 重點是第二點 當你長按的時候 你可以切換到你想要的準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大的功能對我來講 對我來說它整個解放層數的限制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第一點 你按一下再按回來的話 那一個鍵位就會被占用 它沒辦法做其他的功能鍵 但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部分都是點擊嘛 剛剛記得兩點 第一點是你可以 點擊的時候可以用你指定的鍵 然後你長按的時候 所以我們所有的76個鍵 通通都可以用長按 的時候切換到其他的layer 那平常呢用點擊後面 我們平常鍵盤都是點擊 所以它直接解放了層數的限制 所以輔助層 所以剛剛是怎麼用的 所以我剛剛我展示的時候 我怎麼用的 我再R20層 然後我長按中指 左手中指 它就會切過來 所以我一放開它就跳進去 所以第一個是方向 所以第一個是方向 那左邊呢 我們切換我們上下左右的時候 移動這個指標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跳 跳字圓 然後像比如說是 Mac的comment 可以直接跳到首位 或者是option的話 你可以 如果是你是camelcane 它可以跳 跳一次跳 那如果你是寫iOS的話 你的Xcode的那個ID 它可以 根據每個字跳 它可以根據每個字 它會根據每個字 它會根據那個字跳 所以都在左手 control 我剛剛講的就是control 再來是 我後來發現 我們在 切換這個方向鍵的時候 我說 我們切換到這邊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三組的動作 那我們可能是要 三左邊的 或是三右邊的 那就是 那原本沒有的話 就是我要切到其他地方 可能要回去RS 人家不夠直覺 所以我就直接放在左跟右 在上面這個大家可能看不懂 這個是iOS它 查扣的一些縮牌 前後縮牌或是上下移動整段扣 所以其實各個圓會做一些調整 那下面的話 我發現我在切換 我在操作這個指標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會做一些 剪貼的動作 所以呢 我把剪貼的東西放在這裡 這是上中下排原本是分開的 所以成縮到13層 後來發現又回來 又回來 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好 符號層 這是iOS 大家會注意到 會發現它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符號 各式各樣的括號 還有分號 它等於 所以非常需要符號 這有八個喔 這八個如果塞在iOS的話 早就滿了 而且不知道有什麼記憶 沒有一個 就只能硬記 但是如果我這樣子左右的話 就是很直覺 就一下下就記下來 那home row當然就是放我最常用的 還有數字鍵 數字鍵 一般大家可能覺得說 哇 太棒了 有數字鍵 這樣子 就很方便 但是其實我後來 我原本數字鍵切換了layer 我是放在home row 我是放在小名字 或者是無名字 可是後來其實數字 沒有想到做那麼長按 對 可能就只有iOS的話 寫可能RGB阿 這時候 寫會寫會成就採用 其實沒有到真的非常長 屬服它有離起來 所以我就放在 嗯 好 放在哪一點要講 不要講到 有點太快了 啊數字鍵的話 有一個加減乘除的問題 就是加減乘除要怎麼 那這個畫面是Mac 右邊滑出來的那個工具的那個 數字的鍵盤 那我就想說我就跟它一樣嘛 所以我到時候滑出來的話 我就很直覺 一樣還是盲打手 不用看鍵 那這個就看一下而已 好那這四個鍵 這個我們剛剛講到 切換的方式是長按的時候去切換 那剛好四個附圖層要放在哪裡 這張圖是 剛剛講ColdMac它的網站 的一張圖 它只是說 當我按下每一個鍵的時候的 容易的程度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小拇指很弱 它力量很弱 它不適合做這種 常常的切換過去切換回來 那大家注意到 有一個數字 它是僅次於小拇指的 1.7而已 就是食指下方的那個鍵 所以我想要用這個鍵 這個位置 我們簡單講一下 各個手指頭的特性 剛剛稍微講過 第一個是食指 它最靈活 可以做很細緻的操作 然後中指 它最強壯 然後它也相當靈活 再來是弩命指 它 比較鈍一點 但是 它也很強壯 裝小拇指 不靈活 也不強壯 它少了一個大拇指 它沒辦法做一些很細膩的操作 但它適合做Modifier的功能 就是稍微再加一個鍵 可能是 我們在移動方向的時候 我們要加一個Shift鍵 就可以選取 它平常沒有 它適合做這種動作 那 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的這個大拇指 ERGODAD 它大拇指有很多鍵位 它放的最廣 所以呢 它切換到 適合做什麼 大概是長這樣 大拇指 它大概有 2.5 如果不動的話 大概有2.5 到 如果你整個手都拿開的話 它總共有6個鍵 可以讓 看 所以呢 對應到剛剛的 那4個5個 就是長這樣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其他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其他 大家剛剛懂 剛剛講到那個小拇指用Ctrl 為什麼用那個Option 這個地方 它的意思是說 我平常點下去的時候是Z 那我長按的時候是Ctrl 所以 我平常後不落在這條線 那如果我就手稍微 彎一點點 然後長按 就變成Ctrl跟Option 我其實原本這個東西是放在上面 但是因為我這個東西太常用了 OIOS的筷子鍵我太常用了 所以逼不得你只好把它往下 移到這邊 但是其實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那你看它甚至還有什麼 Ctrl跟Option 加在一起 是你長按的時候 這原本是 那個 三重鍵 你長按的時候它是直接 Ctrl跟Option 好 所以這邊有一些結論 以Homeroe為主 然後手指的依序是這樣 那我們 一樣還是盡可能不要打壞手型 因為我們手型打壞之後 比如說 大家打很快的時候可以 手很快的過去方向鍵 手快的很快 但是你要花幾個mini second 再去找那個點 找那個獅子的點 然後再回來 那我這樣打的話 是完全手型 就是 從頭到頭都在上面 我發現 我發現我快完了 差不多 這是導覽 還有一些 我上一頁一下 導覽 就是 我們有時候在看網頁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 搜尋一些東西的時候 通常會點很多分頁嘛 然後再一個一個看 那這個時候就要用到滑鼠 然後我想我們用鍵盤解決 可以 左手的上下 左手的上下是 就是滾動這個 這個view 那左右是什麼呢 左右是 我設定的是Safari的 切換左右tab的快捷鍵 所以我手還是 我點擊的部分還沒辦法解決 但起碼我在瀏覽的時候 我可以手放在鍵盤上面 然後很快的看 不要的話 因為剛剛講的繼承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我的command 還有我的w 還是在 所以當我不需要這個分頁的時候 我不用切換回去 原本的layer 我就按command w 這個分頁就去 就刪掉了 所以才說第一個 你設計好通用層的重要性 就是這個 那我們剛剛這已經講到倒數第九 倒數第一 倒數第二層 然後其他層 簡單介紹一下 音樂播放 這我後來發現 我自己沒有很常 因為可能是我自己工作 聽音樂的時候 我是用聽手機 所以 不太會用到 但是你終究會用到 之前曾經整個拿掉 但是你終究會用到 然後這時候你又回去拿那個 電腦 比較不好 所以我還是有放在一個 其他層 非常非常少會用 但是整個人會用到 音量 那這個是 它的一個led上面的 亮度 就是Herbodox它有三顆led 然後用二金字的表示 的方式來表示 你是 12345678 哪一層 那剛剛說那個base base層就是那個 最目的 然後覺得我們一般不會用 但有時候 都要可能 我在這個layer中 那個迷失了 我被切到最後一個層 然後再切回去 一開始 只有這個地方才能回去 剛剛我用go2那個模型 然後已經 任何層都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 只有這裡才會回不去 只有這裡才會回不去 這人家在寫人事嗎 好 台版所有的鍵盤都講完 DEMO就 其實剛剛也差不多了 大概是那種切換 總結 第一個是 分離式鍵盤 直上直下 空內 然後呢我們講 怎麼記住這麼多鍵位 就是760 再來是怎麼切換 這麼多的layer 這個是 剛剛的那個 配置 剛剛沒有掃到的話也可以看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好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請問 就是 在分離式鍵盤的鍵位使用上 就可能跟你們過去使用的鍵盤 經驗都不太一樣 蠻神奇的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這麼好玩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問題嗎 剛剛只好有一個人有一個問題 欸剛剛 你傻了 就不見了 哈哈 沒有它發到那個問題是說 小拇指喔 按F1 那你就弄一個 那你就弄一個 真的有人這樣設計 你就弄一個layer 然後是 F1到F10 不是在homerobe 比如說你可以長按 長按大拇指 然後F1到F10 在homerobe 還是最高原則 homerobe homerobe 那我們現在可以調教二十分開始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如果還想摸鍵盤的話 可以在前面看我一下 我走了 謝謝 很感謝 speakers